你好,我是昆仑刘师,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咱们连着三场啊,聊的都是这个活佛世系的故事,哎,都是谁呢?班禅大师,哲不尊丹巴,糊涂特图,和今天咱们要聊的张家活佛,要说呀,把这三位活佛的整个世系聊透了啊,咱们这一场书肯定是做不到,咱们要聊的是什么呢? 哎,我要告诉您的就是啊,这三位活佛是如何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青睐,在当时啊,被清廷任命为某一地区的掌视活佛的,那康熙皇帝非这么大劲是为什么呀? 因为他呀,不愿意让达赖喇嘛世系一家在这格鲁派,乃至藏传佛教当中啊,一家势力独大,日久天长下来,这只活佛就可能妄自尊大干点啊,让这朝廷失望不乐意的事儿 当然了,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的这种可能性都是不大,可是你也不能排除有政治势力背后操控他,或者呀,是借助他的名义干坏事儿 那这些个实力啊,咱们前面举的已经够不够的了,那有好朋友就说了,这不热闹啊,得打仗啊 哎,你们别着急,今儿啊,咱们是还是一出文系,咱们讲张家活佛世系,到了明天啊,咱们就该打仗了 并且呀,这场战争在连带着后世的一场战争意义非常重,西藏青海正式的画进了大清的版图,一直到今天都是咱们华夏不可分割的土地了 那得嘞,那咱们今儿啊,咱们先把这个张家活佛的故事讲完了,我保证给您呢,也挺好玩的 哎,您接着往下听,咱们要讲这个张家活佛呀,离不开张家活佛活动着几大寺院 那首先说呢,就是在青海的孤龙寺,不过后来孤龙寺这个名词啊,这个名字呀甩了 为什么甩了呢?咱们以后的书里还会交代,今天咱们先留一个小扣子 后来叫什么呢?后来叫幼宁寺,还有呢,就是这皇上在北京啊,给张家活佛建的寺庙 叫什么呢?叫这个詹潭寺,哎,当然詹潭寺也甩了这名字,哎,后来叫红人寺 哎,这现在呢,没有了,哎,有呢,也不是原来那模样了 为什么呢?因为老的这个詹潭寺啊,被这个八国联军一把火啊给点了,哎,这帮孙子 在北京啊,和这个张家活佛关系比较密切的寺院,还有这个松柱寺 这詹潭寺啊,詹潭寺是这个张家活佛的办事处,哎,就是办公地啊 哎,松柱寺呢,是这个张家活佛的佛仓 这佛仓什么意思呢?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些佛爷仁波切们 在北京的住所,您看呢,这过去啊,在拥合宫啊,有八大佛仓 这活佛们来北京之后啊,就住那儿,哎,可是人家这张家活佛不用 人家张家活佛有自己的佛仓,单独一座寺院 哎,这松柱寺啊,哎,这虽然没被毁 但是现在呢,被两个机构给占领了 一个机构呢,是这个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北京代表处 还有一家呢,是这个全国非国有博物馆协作帖 听着呀,都是扯淡的机构,他们干不干正事啊 哎,这个能不能干正事,干什么正事,我是一律猜不来 不过呀,他们胆子倒是不小,把松柱寺改成私人会所了 后厨油烟机是紧对着妙,只要一刀饭点不是啊 这个松柱寺那也是满院飘香,这帮子压停的 这北京中州县啊,申疑之后,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 我估计是应该已经腾退了,不过我也不敢说死啊 对吧,人家后村硬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哪天啊,咱们瞧瞧去,我录给您看 聊到这视频当中所使用图像的问题啊 我在这儿得跟您多摸到几句 哎,既然呢,这个松柱寺呢,人家是会所 这红柱寺呢,也没了 这远在青海的幼宁寺啊 哎,又太远,一时半会儿咱也去不了 所以干脆今天这个图像啊 咱们还是用雍活宫的,他总算跟藏传佛教,跟张家活佛贴点颠 这图像清晰度啊,我看还可以 关键是手也不行啊,咱们设备凑上 提起张家活佛这个活佛世系啊 哎,咱们还是那句话 比较晚策里出来的活佛世系啊 关于世系本身呢,哎,就显得比较完整 比较历史悠久 您家第一个这个活佛准世的感马巴西 哎,就是从我这转吧 那这个达赖和班禅呢 也无非就是这达赖喇嘛 往前啊,道了这个两代 哎,他自诩是这个第三世达赖喇嘛 这班禅大师受封之后啊 他自诩是第四世 前边呢,还有三世班禅 那这个前边的三世班禅 和这个前边的两世达赖呀 那都是藏传佛教,都是格鲁派 那他们为什么不往上着着 哎,把自己这个一世也导到这 释迦摩尼佛身边去呢 哎,我就跟您说吧 原因很简单 没时间,太仓促了 这些世系的诞生啊 都是本门本派啊 最危难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时间编故事 再有呢,就是皇上也好 大喊也罢 指一下来了 你更没有时间编故事 那你总不能说 咱们先不奉旨 对外不宣布 咱们先弄一个这个世系完整编撰委员会 哎,咱们把这个咱们世系呀 倒倒根 到时候再公布,那哪行 那皇上能干吗 您看呢,这后来生于这个稳定时期的这些世系就不一样了 人家有时间编撰这些事情 哲伯尊丹巴说,我们第一是哲伯尊丹巴呀 那就是这个释迦摩尼佛前边的五百比丘之一 哎,落到张家活佛这儿呢 哎,那人家更厉害了 人家张家活佛世系呀 人家对外公布了 说我们这第一世的张家活佛呀 就尊达 这尊达呀 这大藏经理对他有详细的介绍 那是释迦摩尼佛的第一大弟子 那要说起来呢 那够分了 好,您都是佛爷徒弟了 跟这个唐玄荡的平背 那您想受了受不了啊 可是啊,哎,这世系觉着呀 还不够 那转眼呢 就到了这个第九世了 第九世的张家是谁呀 第九世张家活佛呀 巴斯巴 哎,关键呢 也不知道这巴斯巴呀 他知不知道这事儿 那这巴斯巴咱们都知道 巴斯巴大元朝的国师 不但是佛法高深的国师 还是学者 您把这个大元朝的智强啊 放过来之后 哎,那曲里拐弯那文字 您不认得的那个 那就是巴斯巴文 就是他发明的 那可是到巴斯巴这儿啊 还不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呢 巴斯巴撒家派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跟你格洛派皇家有什么关系啊 哎 啪,这个从这个巴斯巴再转到第九世的时候 那就是格鲁派的高僧了 谁呢 世家也师 您还记得吗 就是后来啊 代表宗喀巴进京朝圣 被这个明朝皇帝封为 妙诀元通西天佛子大国师 那位大师 后来这西天佛子升职了 被封为了大慈法王 那有好朋友就得说了 那这世家也师应该让他上大慈法王那室去传习去 他应该是大慈法王一室 那他跑人家这个张家活服着来 什么意思啊 哎,这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这套着那这格鲁派啊 不糟进东西 这大慈法王啊 世家也师 你和其他的格鲁派不大一样 人家是从这格鲁派的前身嘎当派来的 人家自认呢 不是新格鲁派 人家是嘎当派 可这嘎当派和格鲁派 一个是前身 一个是后世 哎,理论上啊 他是一门 后来呢 为了证明这嘎当派 就正式的并入了格鲁派 这世家也师啊 又拜宗喀巴大师为师 实际上啊 这老先生啊 比宗喀巴大师大几岁 说是宗喀巴大师的徒弟 实际上啊 比他大 那这么算起来呢 人家最早这嘎当派有自己的规矩 人家不像这个格鲁派一样 说我呀 必须得是和尚 得守戒律 不能结婚 没有孩子 虽然这格鲁派被称为新格鲁派 可人家这世家也师啊 大词法王这戏 人家按照老格鲁派的传承方式 人家呀 是家族传承 父子传授 不用活佛转世这一套 人家世家也新元寂之后 就传给自己家孩子了 那这格鲁派就琢磨了 那不能严禁了 我这事啊 那你那边啊 这大词法王你自己传去 那我这边世家也师啊 干脆我让你准事吧 于是就把世家也师啊 填进了这张家活佛世系当中 哎呦 这么一层关系 您记准了 这张家活佛和大词法王啊 这两个世系啊 互为师徒 哎 您听着耳熟吧 这就和班禅呢 和达赖一个意思了 那这种小细节啊 咱们就不过多的纠缠了 这张家活佛世系 转眼间就来到了第十二世 十二世谁啊 班绝伦珠 这班绝伦珠啊 哎 是个高僧 哎 这位高僧 给我多高呢 高到什么程度呢 是武士达赖喇嘛的精师啊 那有人说了不对啊 这武士达赖喇嘛的上师 不是这个四世班禅吗 不对 这四世班禅呢 算是这个武士达赖的老师 但是他哪有时间 哎 这长期的教习他呀 四世班禅好比说是武士达赖喇嘛的班主任 哎 这各科的老师啊 还另有其人 这班绝伦珠 就是负责 讲习佛经的 如果按照高中的轻重缓急来说呀 那这就得算是主科的老师 哎 这文科里边的语文历史 那咱们前面讲过了这武士达赖喇嘛 是达赖喇嘛世系里边非常重要 非常有成就的这么一事 那这班绝伦珠呢 是他老师 他当然对这一世系啊 就更高看一眼 那么说达赖喇嘛的这个老师 班绝伦珠 他也有元祭这一天呢 他元祭了 元祭了之后啊 这武士达赖喇嘛 就精挑细选的 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学生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做 折巴恶瑟尔 这达赖喇嘛 亲自为其证明 说这呀就是我老师 班绝伦珠的准事 并且把他就派驻到了 青海的幼宁寺 就是郭龙寺啊 到那儿去做法座 哎 传扬这个藏传佛教 格鲁派的佛法 您想问 咱们从这个释迦摩尼的大弟子 尊达开始 讲啊 讲啊讲 一直讲到 第十三世 折巴恶瑟尔 这一系才来到了青海 来到了郭龙寺 才正式成为了张家活佛 所以说这张家活佛一世啊 是这第十三世的折巴恶瑟尔 也就是说到现在 这只活佛世系 才被命名为张家活佛世系 那这张家活佛 这张家是怎么来的呢 哎 这儿又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我必须得给您聊清楚了 您去查这个张家活佛资料的时候啊 有的资料就显示了 说这个张家活佛六世 当然了 咱们是从这儿开始说的六世啊 不是说从头那个地方开始说的六世 哎 那应该是这十九世 那说这第六世张家活佛怎么了呢 哎 他在临终之前 也就是投元祭之前呢 留有遗嘱说自他以后再不转世 哎 这第六世张家活佛元祭在台湾 哎 当然了那句话的原话呀 我不好在这儿给您形容犯忌讳会 您要是知道呢 您多知多懂 哎 您呢 在评论区里打出来 让别人也知道知道 学徒我不方便说 那有的文献上写了 这第七世张家活佛元祭于台湾决定 以后不再转世 那到底是第六世是第七世啊 哎 这乱头啊 就在这儿 因为呀 有人觉得呀 这第一世张家活佛是折巴厄色尔 哎 有另一部分人觉得呀 这第一世张家活佛呀 是他的下一世阿望罗桑曲殿 咱们呀 是从这个头开始聊的这张家仪戏 那今儿咱一开书呢 就是按照第一种这么说法聊的 所以说呢 咱们呢 还是延续咱们这个聊法 这一世张家呀 折巴厄色尔到青海传法 到了1641年 那年正是崇祯十一年 咱们中原王朝正是明清交替时间 元祭了 他的下一世啊 就是阿望罗桑曲殿 这灵童寻访工作呀 非常的顺利 为什么呀 很近 这灵童啊 也就是二世张家呀 他就是这个青海黄中仙人 哎 现在咱们回头 往前倒到一丈五开外 咱们还得说说 他为什么是张家活佛 我一说呀 您就明白了 还有呢 就是啊 为什么这一只一戏 到了青海以后 才叫张家活佛 咱们就说 这个一世 就元祭这位活佛 折巴厄色尔啊 他就是青海人 可现在话说 他是青海护柱县人 这护柱县哪呢 红崖子张家村 那您可别以为 这是这个多民族杂交的一个村落 哎 说这姓张的汉人多 就叫张家村 实际上不是 他之所以叫张家村啊 是因为呀 村头了有一片白化林 这藏羽里边啊 管这个白化树啊 哎 叫张家 那这必然 他是一个多民族杂局地区 后来让汉人叫白了呀 这就叫张家村了 那这位活佛从那个西藏拉萨学法 被武士达来派回来传法 那属于一锦还乡 那有人就问了 这活佛呀 他是哪位活佛呀 哎 就是那个张家村那活佛 这慢慢的呀 就被人家称为张家活佛了 哎 这一说法 虽然写进史书 但是啊 也是传说 我不对真伪负责 那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啊 有 那个就更悬了 也有人说呀 这位活佛呀 他有汉族人的学统 有汉族张姓人家的学统 所以呢 被称为张家活佛 那关于张家不张家的呀 他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再说说他的二世 他的二世 可就有正式记载了 他的二世的父亲的名字 就叫做张一华 哎 就是这个阿班罗僧曲殿 那这张姓的父亲 是怎么来的呢 哎 我跟您说啊 他们不是藏族 也不是汉族 他们是土族 五十六个民族当中很小众的一个族 这历代张家活佛 都是这个族 这土族人呢 本来就有姓汉姓的 所以说这二世啊 也算是张家活佛 后来呢 到了这个康熙三十二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呀 就给这个拉萨的武士达赖邪亲 说你呀 给我推荐一位像你能为一样高的这么一位高僧 来到北京啊 帮我熟理这个京师的喇嘛教 那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喇嘛教啊 从皇太极时期就已经和后金有接触了 后来的八旗蒙古呢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八旗满洲啊 乃至有八旗汉军都信奉喇嘛教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信众 没人管理肯定是不行 于是康熙皇帝才写信给这个达赖喇嘛 索要这么一名高僧来京师帮忙 哎这武士达赖喇嘛就推荐了这位二世张家 从这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谁来北京这皇上就跟谁亲 你常接触天天见面 肯定他亲呢 这张家活佛到北京之后 不但给修了庙宇 而且还有了官职 官居二品啊 并且有了官号 官号就叫做扎斯克喇嘛 康熙一看他说 既然已经有了官号了 哎我呢给你写个文人状吧 哎你这个归上下 这个法号是什么呀 老和尔说 哎这个小僧法号啊 张家 这个皇上说哪两字啊 就是老张家的张 吃饱了不顾家的家 这皇上一听说 你这名字太切了 你这属于是切爹剃头 切和尚你这个 干脆证供我呀 给你改改吧 于是这皇上就亲笔呀 把这张家活服的张家二字 改成了张家 从翻译上讲的 藏语里还是白花束的意思 哎 写成汉字呢 就是美好的文章了 你看这多好 要不是有学问 那还得是皇上呢 后来这张家活服 可是没少给皇上办事 什么后来的策略达赖班禅 包括滴滴滴滴 跑到西藏外蒙 给这个皇上刺探 当地真实的情况 那都是这张家活服干的 那皇上呢也对得起他 这二世张家活服呀 是雍正皇帝的好朋友 一师一友啊 这三世张家活服呢 是乾隆皇帝的同窗好友 有如兄弟一般 那咱们为什么一带而过呢 因为这两世活服的故事 咱们紧接着就会讲 故事主线里还会出现 一日长两日短呢 就到了这个最后一世的张家活服了 这大师啊 随国民政府一关难度 哎 就源济在台湾了 有人说是六世 也有人说是七世 什么原因刚才我已经给您讲过了 这大师说呀 不回到祖国 肯定是不再转世了 按道理说呢 当时的国民政府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呢 是肯定应该不会同意的 我跟你说 只要不是政府阻拦 这个世系 不让他再转世了 这政府没有同意 他不转世这么一说 为什么呢 因为钻住了一个领袖 就钻住了你一只一派的信众 忘身了 咱们不能讲了 那为什么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张家活服不再转世呢 那是因为啊 这个天狗吃月亮 他们太有信心了 他们觉得肯定能够反攻大陆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两任政府都认定没有新的张家活服转世 那么说现在就没有张家一戏吗 有 有三位 有两位张家活佛 是自己外外的 还有一位啊 是这个远在鸟伯拉市地方的那位佛爷册封的 总之呢 这三位啊 大陆台湾均不承认 得类 这就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张家活佛这一戏 好不好的 您多担待 咱们明天接着聊